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第18届温哥华台湾电影节 今天揭开序幕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 为观众带来三部长片两部短片 更是史上第一次主办单位自创开幕为电影 来看记者陈英文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温哥华台湾电影节 今年为电影爱好者带来蔡明亮导演 1994年的作品《爱情万岁》 李安导演2000年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肖雅全导演去年的作品《老狐狸》 短片《第一杯咖啡》 及由温哥华台湾电影协会制作的短片《Unspoken》 此外也有讲座《业界人士交流会》等活动 今年从台湾那边请到了第一杯咖啡的导演 施导演他会到现场来做应后讲座 然后同时也会有我们今年为电影 他们全部都是温哥华台裔的电影界的青年 然后会透过他们在电影产业这几年来 对一些经验来做一个分享 开幕短片《Unspoken》 透过一个台湾移民家庭 讲述年轻女孩如何平衡传统价值观 与现代爱情 这部短片我们主要是想要呼应 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传承与创新 那想要介于就是在当地 在这边长大的台湾人 去做他们在平常跟家人朋友 还有甚至在谈恋爱的过程 是怎么融合 Western culture跟Taiwanese culture 感兴趣的民众可以去到电影节网站 查询活动详情 接下来社区也有很多精彩活动 一起来看看 罚布团结将于周六 免费放映电影《中国市长》 现场还有麻将 武器林表演 美食等 温哥华无车日 周六回归Commercial Drive 届时街道将变成步行街 为民众带来美食 社区集市 音乐表演等 如果你有更多社区消息想要分享 欢迎电邮至news at omibc.ca 澳门news系者陈一文报道